Therefore 我们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第一个字大家都很熟 念成there 那里 Fore 其实我们在前面加上be之后 我们就知道呢 它就念成before 所以呢 这两个音节 其实同学应该都很熟 中音节 落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therefore therefore 那therefore呢 这个字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它是一个副词 并不是连接词 所以呢 它不可以用来连接两个句子 这个要特别提醒同学的 好 所以呢 therefore呢 它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 因此 所以 来我们看例句 We haven't reached a final decision in the meeting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nother discussion next week 好 它说呢 我们上位还没有 haven't 后面加上过去分词 表示还没上位的意思 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 最后的决定 来各位 这个片语呢 同学可以记一下了 就是reach a final decision 那所谓的reach a final decision 指的就是达成最后的决定 英文念成reach a final decision 因为我们知道reach这个字呢 本身的意思呢 叫做抵达 抵达到终点 表示呢 大家都已经完成这项任务了 但是这边呢 是尚未抵达这个终点 所以呢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决定 in the meeting 在这个会议上 好 因此呢 它的用法 放在句首 后面有个斗点 跟后面整个句子 记得要用一个斗点 把它分开 所以它说呢 there will be another discussion next week 因此呢 将会有 there will be 将会有什么东西呢 将会有另外一个讨论 什么时候呢 下个星期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therefore 父子 因此 所以